词曲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别谢托经难得闻 经于无量聚之节 读诵受持义如是 如说修行者更难 请放长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第一百八十二頁 第一百八十二頁 第四行 我們上次講到三寶物 這個詞範篇道界裡面的三寶物的地方 講過了佛物、法物 還有生物的第三幕的開頭 我們繼續來看到 介書裡面講到生物的一些區別 四種的區別 也就是常住物跟現前物兩大類 再分成常住十方 二乘以二四種的生物 生人的物、生團的物品、生團的財產 講到介書裡面的常住、常住物 介本書裡面說的一些定義 我們再看到今天就開始來講到 《行蹤記》 《行蹤記》 《林治律師》的對於 《道宣律主》 《借本書》 是中 Jadi 所述 diasandami 所述的eur対象 常住物第一種的話 前面講到了錯物體 這三個字 作為科判 出物體 就是列出 這個什麼物啊 常駐常駐物 它的體的一個種類 所以給它一個種科判叫做 出物體 不是出現什麼物體 這個外星人來了 不明灰形物那個物體 是物 常駐常駐物 它的體的一個種類 屬下 就是解釋前面這一段 第二行 第三個巨鬥那裡 屬處已定 以下的文字呢 的意思 給它一個科判叫做 市民意 就是顯示 這個常駐常駐物 它這個名稱相應的意理 這樣子的一個科判 或有或下明結犯 就是在做一個科判 就是或有主長制道 以下的十幾個字 在說明結犯偷盜罪的一個情形 那余道 其餘人的偷盜 都是對望著主人 都是對望著主人 來結罪 就是守護主 來結罪 這個意理 容易咬之 故文 故 借書的這個文當中呢 就列出了主長制道的情形 一樣是滿午前要結重罪 再來看到知詞記又解釋 說到主盜者 主長的人 他自己來偷盜 這講什麼呢 就是知事 知事 這個或叫做知事 知行的知 或是知道的知 兩種名詞都是一樣的人 在律障裡面 用字都是這兩種的一個 這種名詞 就是知事人 折就是隨便的意思 一個車 一個耳朵 在一個移樹 又撇勾 這個字呢 就是在車子 說文解釋 是說在車子前面的一個 好像方向盤的一個工具 古代那個操縱 這個戰車的時候 有一個車子前面的工具 隨時都要 隨著你的意念 就要去改變 這個車子的方向 馬車的方向 叫做折 比喻是隨便的意思 就是 折用 知事人 有兩種情形 第一個是折用 就是隨便來使用生物的情況 也算是偷盜 第二種就是護用 就是佛物拿來給生物用 生物拿給佛用 這樣護用的情況 也是不可以的 也是有偷盜罪 折用 護用這兩大類的情況 或無組長 就是如果沒有組長的人 就是守護主呢 不是那個組長 組員那個組長 要看的課本 沒有課本的話要看一下 找一本課本來看 或是相對的文 PDF檔來看一下 才會聽錯了 或無組長 就是沒有 如果沒有組長 守護主的話 那其餘的人 來偷盜 也是一樣的罪 再過來看到課本書 又繼續講到第二種的物品 叫做食方常住物 就是它比較可以移動的 的常住物 叫食方常住物 就是說譬如我們當天要 供養大眾師的飯菜 只限當天來生人要用的這個 飯啊 餅 要吃的東西 準備要供養大眾師的這個飲食 這就是食方常住物 獻熟之食 找到沒 順著文字 我們就這樣子消文 宣主就想現在煮熟的這些食物 原本的想法 擬就是擬定想要的一個意思 原本想要擬定 是給食方的生人吃的 也就是說 聽到打板的聲音 聞聲同飯 就是聽到打板的聲音 食方生只要進到大界裡面 都可以同樣相同的來受用這個飯菜 那有到此時 如果有偷到這些飲食的話 下面就來結罪 分成兩種 第一種呢 是望主結重 就是對望著守護主 來結罪 因為東西還是有主人的嘛 不管是這一組 不管是這一組的 真的是組長 組長 或是說那個點座 這樣子的人 來滿五 來結滿五錢 來結重罪 這是第一種的結罪的方式 第二種的結罪就是說 如果沒有守護主 那對望著食方生來結清罪 因為這些飲食就是 準備給食方生 入大界的人吃的 那他們很多 分下來一定不會滿五錢嘛 所以就是結清罪 這兩種的罪 這兩種的罪 因為食方生分攤了 這個我們偷到的業 所以就不可能會滿五錢 有這兩個重罪跟輕罪的一個罪過 在行中記繼續解釋到 出列物體 這個地方 剛剛說的那個科判 在本下 就是在說明 本來擬定十方 本擬十方以下 就是在顯示 就是在顯示個別的名稱 就是在顯示個別的名稱 所以叫做識別名 所以叫做識別名 那本下 本來擬定十方以下 那本來擬定十方以下 那本來擬定十方以下 就是在顯示個別的名稱 就是在顯示個別的名稱 那通名同上 相同 相同 所以叫通名同上 都是相同於上面常住常住物 所以不再重新 再把它列出來 再把它列出來 有下 就有到此時以下 這幾個字呢 是在說明犯到的相狀 有兩大類 第一個就是 望主重 對望守護主 來截重罪 當然是滿五錢的 才要截重罪 那其餘 位於人道 就是指的是 點坐守護主以外的人 來偷盗的情形 這樣子的話 來截罪 明明已經打板了 或是說過了名相 更正就是還沒有打板 或者說名相還沒有出現 把它拿走 就違犯律制 所以就滿五要截重罪 對望的守護主 來截偷盗罪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 望生清者 剛剛講過了嘛 第二種的清罪 就是對望的死亡生 來截清罪 就是 他會犯到終罪的意思 這樣懂嗎 一個終罪 一個重罪 第二種 第二種 要列出另外兩種情況 就是 或主客同道 就是 守護主 或者是客生 來自於大眾師 大家一起來偷盗 叫同道 剛剛說的 剛剛說的 就是 還沒有打板 就開始吃 那就是 換戒了 你沒有通知大家 少了一個動作 沒有聽到 他沒有過來 是不是 那我們就換了偷盗戒 所以打板很重要 這個程序很重要 主客同道 或主制盗 或者是 主 這個守護主 他自己 單獨來偷盗 就是說 看到好東西 把它藏起來 還沒有打板 就藏起來自己用 就這一種情況 叫做 守護主的制盗 再來 有儀醬 有的人 就懷疑 這個 這個醬油怎麼判罪 那醬油 或者是 豆旗 是不是 台語怎麼說 豆旗 什麼 什麼 還什麼 那個豆旗 就黃 黃豆 黑豆 發酵以後 放一點鹽 這種東西 因為 算是一種 熟的飲食 所以叫熟物 判定在十方 十方常住 所以就用東西熟不熟來判定 是十方常住還是 常住常住物 開始要吃一定要煮熟 開始要吃一定要煮熟 所以就是 十方常住 還沒有熟就是常住常住 像這樣子的意思 來 這個 這樣的義理來分別 就是不問生跟熟 不要問飲食是生的還是熟的 只要 這個 淡死未入 就是 淡死未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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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還沒有進入當日 要共生線 要共生的這個期限 的一個飲食 都屬於 常住 常住物 這樣判斷比較 比較邏輯比較正確 不是熟不熟的問題 你已經歸於 沒有要吃 還是放著 那就是常住常住物 歸於前面的常住常住物 來收攝 像譬如說 剛剛 那個儲 儲存 儲蓄就是 儲存的許多 鹽巴 或是醬油 醬料 調味品 都是屬於 常住常住物 不能用熟不熟來判定 這樣比較 精確一點 跟這個桌子椅子 它的屬性都一樣 屬於常住常住物 如果我們把庫房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準備給當天 進入當天使用的話 它就變成十方常住物 這樣子一個判定 所以 再過來看到 靈智律師就做了一個問答 說到 說到常住常住物 也是 通十方生來使用的 所以 十方生一除 以後 當然不會滿五錢 那怎麼會結重罪呢 回答說呢 分不分 可以分 還有不可以分 有這兩種差異 分 還有不分 的差異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就有判重罪 還有判輕罪 這樣子的差別 再過來 再過來 看到這個下一個三角形 戒書又講到一個問答 說到 終生告急 就是 這個打板或打鐘都可以 有信號就好了 有的地方這個 不方便 用這個法器 就按電鈴的也算 中 聲中 聲就是一個動詞的意思 就是打鐘叫做聲鐘 這樣懂嗎 聲這個字 是當動詞 不是聲音的聲 不是聲音 是做聲音 這樣意思 這樣懂嗎 打鐘召起 你以後 只要是 食方聲重 都可以來 使用這個 飲食 那不知道其他 寺院 的用人 就是 有些法師帶來的 居士啊 或是 他們養的馬跟狗啊 的畜生 是不是也可以 使用這些飲食呢 來回答說 不可以 不和律制 就是不和 這樣懂嗎 聲聚六合 就是大眾師 具有六合合的義理 那 這個 比丘乃至於 沙咪都有 要立和同君 所以隨著他所到的處所 當然都可以來 受用 受用生的飲食 出家的 法師 不管是筆記物還是沙咪 都可以來使用 打板以後都可以來 使用飲食 都可以吃的 可是用人 或者是居士 乃至於這個 馬車的這個 馬料啊 他們都是畜生 就個別系屬於 另外一個寺院 是個別系屬的 在意義上呢 我們是不能融通的去使喚他來 做事 雖然到我們這個 入到這個 我們的寺院 生團裡面 從別的生團到這個生團 來做這個 參訪 或是來討論事情 開會等等 雖然也是做公事 可是 我們不能夠來使喚這些馬匹 別人的馬車你可以拿來用嗎 不可以啊 是不是 所以相對來講 我們 使飯來做事 是有限制的 是有侷限的 那既然有侷限 所以飲食的 這個也是相同的 它侷限於別人的寺院 所以飲食也是相同的 他們不可以吃 這樣懂嗎 不可以使用 所以呢 有時候我們叫一些什麼水電工啊 到寺院裡面來做事對不對 這個 因為在深山裡面 琴床拿來 旁邊也沒有什麼 什麼飯店 是不是 也沒有賣東西的 你又要 要跑到山下去吃 不可能對不對 就一起吃 但是呢 還是要給錢 是這個意思 不然的話就犯偷盜 再來行中 解釋說到這個問中 發問人的心意 問句當中意味他事 他的心意呢 以為是其他寺院的奴人 或者是畜生 那彼此呢 是融通於佛門 跟生團 來做事的 那應該是 似乎是 可以來 受用生團的飲食 那回答當中呢 就 先判定不可以 所以叫出具判定 就是不可以 不合 剛剛有講過 那生下 生具六合以下 這幾個字呢 在解釋 生人可以受用的原因 最初呢 就 顯示 生眾 融通 來受用飲食的一個異理 也就是六合合的意思 人下 就是人畜別屬以下這幾個字呢 是來說明居士還有畜生 不能夠融通來受用飲食的 這個 這個馬是馬料對不對 那假如是狗的話 也有可能在牽著狗過來對不對 因為怕有這個 野獸啊 這個狗可以當作一個警示 所以隨著這個生人 在行走 這時候呢 這些狗還是不可以吃的 超雲 行事超講道 行道 外事 就是行走到外面的飾院 就是行走到外面的飾院 你要對這個 有些狀況 雖然說你是也是在公事 但是畢竟來講 你還是在執行你自己的一個思事 是不是 我們就不要舉這個例子 怕大家講這個是非 就是說 我們道別的飾院 雖然是 大家都是升職 都有權利 這個縣 這個 這個全國的這個生政 到縣市 縣府 的這個 這個 叫維諾還是什麼什麼一個稱呼 就是 省的 這個 省的這個 佛教會理事長 生人 到縣 某一個縣 的一個 佛教會的 地方 去做事 雖然你是 街位比較高 但是你不能夠 破壞這個規定 不能夠 雖然你做了自己 雖然你的職位比較高 但是你是做自己的事情 你雖然是替 整個 整個生團體制 在做事 但是還是屬於你的私事 所以這樣子來使用其他寺院的生物 去吃人家的飲食 那 我們帶去的居士 去吃就犯重罪 當然你來吃 你本身來吃沒有關係 就是食方 飲食是食方的 對不對 你這個來吃是沒有問題 但是居士就是不能吃 重點是在這裡 這樣解釋 因為屍族想要供養的飲食 他的對象是有限制的 侷限在當處的生眾 所以 不供 不供養別的 別的這個眾生 所以不供別類 別類指的是畜生跟居士等等 因為他們不是福田的緣故 雖然也有功勞 但是做事有功勞 但是他不是 沒有生相 不是生人 所以他不是福田 所以不可以給他吃 是這個原因 另外生家人畜 這個 指的是雖然他系屬於其他寺院的 淨人或是畜生 那他出來是為了寺院或三寶來做事 不是生自己的 失事 這樣子的話 犯的罪會稍微輕一點 是屬於下罪 你為做事事當然就是中罪 那假如是為了公事的話 就降低於一等的意思 這樣懂嗎 就變為下罪 那經多失誤 那經多失誤 現在許多人 在做私人的事物 帶著用人 仆人去吃別的 寺院的生食 在明文上 在明文上 就犯到了重罪 所以要謹記 不要這樣子犯 這樣消失完畢 接下來看到 詩詩詩記又說到 生家的人處 生家的人跟處 犯輕罪下罪的原因 又必須是他所帶出來 所營造出來 都是相同於 生家大眾師的事物 才算犯到下罪 譬如說你要當 你要替生團去買菜 修車 或是建築材料 等等 公家三寶的事情 不是自己的事情 那就降低到 降低一等變成下罪 雖云生仆 雖然 雖然說 所係數的是大眾師的仆人 師幹 就是師底下 做事情 辦事情 做私人的事情 那 生眾是可以吃 居士不能吃 這樣子的話 是節重罪 那個居士或是畜生 要節重罪 這樣懂嗎 所以呢 這幾點要 要注意 雖然我們替生人來 生團辦事情 譬如說要辦法會啊 等等 到居士到 誓言裡面要稍微注意一下 絕對不能夠吃 不是說等他們吃完了後再來吃 不是 是真的不能吃 你要吃也可以 記得付錢 再不然就說沒辦法 好 那你們就坐在後面 坐下後面一點 依照生俗的禮節 坐後面 我們生人先吃 吃完後你再吃 但是 還是又給你 給你吃冷飯 給你吃 但是呢 你要付錢 是這個意思 現錢 再來說到 戒書就說到 現錢 現錢物 第三種 就是現錢物的分類 第一種是現錢 現錢物 現在呢 如今 諸俗就是現在 諸多的俗人來到生團 要來供生 供養戒內現錢生 那 不論呢 是衣服 或是藥品 或是 房 就是個人的官房 蓋房子給生人住 譬如說生團裡面太擠了 在建新的這個房子 給這個 將來 萬一有節下的話 有人要來住 有地方住 擴建一些官房 這樣也可以接受 聚就是 供養生團 棉被枕頭這些東西 病同現錢生 都是 相同現錢生 有多少位 就這樣子分下去 剛剛講的太快了 就是說 不是 蓋房子給外面的人來節下 要用的 就是給生人本人要住的 就是 就是現前的 他的意思是在 這一個寺院的生人 那居士呢 他的意念是這樣子 所以他意念是這樣子 我們就不能違反他們的意念 他的意思是要共生 那現前生有多少位 就分下去 比如說有幾件衣服 他會問 大概有內行的就說 我們現在要共生團裡面衣服 那就打電話問說 這個生人有幾位 那就準備好 那些衣服給他來穿 就有幾個人 就有幾個人 就分幾個人 這樣分下去 再過來 借書又說到十方現前物 第四種的物品 第四種的生物叫做十方現前物 比較會活動的現前物 比如說生 十方 十方生都可以拿到的布施的東西 譬如說是 摘生 結下安居以後的摘生 無遮的 心很廣大的 那就不是現前現前物 是屬於十方現前物 以前就是連登記 這是因為統計上的方便 事實上這個摘生大會的時候 就是遊覽車一登記了以後 有幾個人就上車 就這樣子 有來幾位 就發多少份的一個 襯金 給這些生人 還有飲食都這樣子 這個時候是十方現前物 的一個概念 另外一種十方現前物 叫做王仲 王五仲的東西 五仲王物 就是出家五仲呢 他們受命終了的時候 就要把它處理掉 這些他的遺產 比較便宜的這個清物 衣服 衣波 文具等等 就結模分下去 那假如是 這個貴重物品 車輛 或是他的圓林 這個就不能分 所以就進入到常駐常駐物 所以清物這就屬於十方現前物 好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繼續來討論 好 繼續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課本獎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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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十方現前物 講到十方現前物 就指的是 生人 可以得到 布施的用品的一個大公生大會 就是十方現前物 就是死方現前物 還有亡五重的東西 這個借本書都說過了 接下來 在形式超又提到 人道通通三寶 然而偷益物品 是通於佛寶生三寶物 都有可能被偷益 那當中偷益 就以偷益生物的罪 是最重 隨損一毫 隨著偷益而損失生人 生重的物品 即使像毫毛 那麼的一點點 一毫 都會對外 對望著十方世界的凡夫生 還有聖人生 一個一個生重的境界 去解頭到罪 那因為他的境界是那麼的廣大 所以這罪就比較重 所以 怎麼證明呢 故租部五分鐘 不是五分鐘 所以租部 租部 各部律裡面 還有五分律當中 在佛在世的時候,有人布施佛物品 佛就這樣回答說,你們可以布施給大眾生 因為佛他也在申訴 我在申訴,這個我就指著佛第一人稱,自稱 佛陀也可以適用 因為假如是只供養佛,那是其他人都不能受用 佛物跟生物是不一樣的,這樣懂嗎? 所以布施生就能得到廣大的果報 這就是佛這樣利益這個戒律的意思 這個原因 像譬如說,這個余蘭本大會這個故事 就是佛年尊者,目見年尊者 他要救拔他惡鬼道的一個母妻 佛就告訴他,在解下安居以後 這功德呢? 來供養這個,來依植大眾士的功德 這樣就可以救拔他的媽媽 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 就是在講這個布施生團的功德 比較大的原因 再過來 知識記在做了一些科判跟解釋 上二句 就是道通三寶 生物最重這兩句呢 就推舉出來 這個道生物的最過失 最嚴重的情形 隨下 就是隨損一毫 這一句以下 就在顯示最重的相狀 還有他的原因 十方凡生 就是總 總瓜了 收社出家五眾的佛弟子 還有這個 佛弟子 這些凡夫生 還有這個三聖的 這個聖賢生 三聖因果 就指的是 三聖的 因位的 就是凡夫 那果位就指的是 已經修得正 正德出國以上 或者是登地菩薩 乃至於已經成佛的佛 這就是聖人的部分 十方凡聖 包括了三聖因果 因位跟果位 這樣懂嗎 因就是凡夫 果就是聖賢 一一結成 就是不是結很多偷盜的自教罪 只是結一個偷盜到滿五錢的一個自教罪 它不是多的罪 總望多盡 對望者 十方凡聖 有許多的境界 所以罪到 夜到罪就很重 故下 就引文 引這個四分率的文 來指示說明 像譬如說 平沙王 在佛事的時候 布施佛陀 這個足圓經社的圓靈 乃至於莫逆夫人 波斯尼王的第一夫人 布施佛陀的衣服 那佛陀的回答 都相同於這邊的文 除了布施生團 得到較大的果報 再過來看到形式操 這三角形 繼續又講出這個 道宣律主的一個文字 說到 右方等經 就是大方等 陀羅尼經 這一部經 上面講到 五逆勢眾 五逆罪大家都知道 五逆罪 有不太講 五逆罪 有沒有 心來的 知道 誓重 誓根本重罪 這個 我就指的是 在這個 《方等經》裡面 說的這個 華聚菩薩 他說 他也能够救拔 唯独道生物的罪太重了 华聚菩萨他认为他的威德神力没有那么大 他没办法来救拔 原因是因为道生物的罪超过了五逆十重 这样懂吗?所以他说 不是华聚菩萨不慈悲 他的功力不大,他认为太重 他没办法救 所以我们去找佛来救 来懺悔 或是别的较大的菩萨 其余如同日葬分 就是大方等日葬分 或是说所谓的生物传 这个经 里面所说的这个经文 有广泛的说明 道生物的一个古报 好像在《观佛三昧经》也有讲到 道生物这种罪呢 超过杀八万四千父母的罪 跟这个方等经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五逆十重 比不上这个 道生物的一个重 罪是很重 同样的意思 再过来看到 《知识记》在解释这段文 说到《出引经文》 就是《引方等经》的文 特举 就是特别举出 这个五逆四重罪 来彰显出 道生物的罪是极为恶劣 超过五逆四重的罪 这种罪是极为恶劣 这种罪就是 因为道生物的罪太重了 以佛威神 佛这里事实上的原文是 华居菩萨 连华居菩萨的威神 都不可以加倍加批 来就拔 所以不是菩萨不自卑 是因为道生物的人 他 华居菩萨 他放弃不去救他 是这个意思 因为华居菩萨 他的威神 他自己的发愿不一样 每位菩萨的发愿都不一样 所以 有这种现象 不是说他不慈悲 他没有发愿 所以他没有救 我们以这个圣文 这个经典 来提醒我们自己 要小心 是这个目的 于如日葬分 以下 这几个字 在显示之后 又省略掉 嗯 指示的省略 比較少一點的意思 這樣懂嗎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二個議題 叫做第二端 這個科目裡面的一個別人物 前面講的是三寶物 現在來講到別人物 就是普通人他們的東西 這樣懂嗎 就是個人的物品 分為三個科目 第一個科目是長主損失 就是 掌管的人 借人家保管的人 譬如說是這個 這個什麼 當鋪啊 我替你保管 我給你錢給你押金 但是他那個約又不一樣 但是呢 假如是 不是當鋪 是其他人呢 朋友啊 幫人家保管 要有損失 這個有一些狀況 我不替你保管 如果你出國回來 不認帳 有嗎 沒有啊 你出國前沒有告訴我啊 你沒有拿東西給我啊 糟糕 沒有照相存證 這樣就損失了這個 這樣就造成損失 就是長主損失 這有犯這個道戒 第二種是說明 我們被搶奪的時候 該怎麼處理才不會犯偷盜 說明被賊 這個情況不一樣 假如說你這個 後面會仔細講 就所謂的賊奪賊物 第三種就是說明明道相 說明偷盜的相狀 我們看到第一個科目 長主損失 戒本書裡面說到初中 最初當中 就指的第一個科目 當中的義理 玄妙的義理 如同在行事抄裡面 就講了很多了 戒本書講的比較簡單一點 重點講 善見律 善見論當中 講到的這一部分 善見律我們知道 就是在解釋四分律的論 這論點當中 說到守護財物 替人家或替三寶物來守護財物 敬忠於職守 然後謹慎 小心 沒有懈怠 來保護財物 不過呢 因為偷盜的人 他屍體下來偷竊 把東西拿走了 或是強逼取 就是強力的逼迫我們把東西拿出來 然後把它拿走 就叫強逼去 都對望著財物本人來結罪 就像偷盜的人 這個東西又不是你的 交出來 你負責保管而已 但是這時候道的結罪 是對著主人來結罪 那這個裡面判斷有點不太一樣 有點複雜 因為不能說他只是保管別人 因為後面他有個主人 還是犯偷盜的 還是要結罪的 不是沒有罪 因為這不是守護主他能夠禁止對方來偷盜的季限範圍 他沒辦法 這不是守護主他能夠禁止對方來偷盜的季限範圍 這時候守護主他比較沒有責任 因為他幫人家守護 但是他有努力 他有沒有犯偷盜 沒有 所以我們不能夠判他有罪 假如相反的狀況 相反於上面的情形 守護人不謹慎來守護 懶惰懈怠 守護財務的人就必須要賠償主人 你東西沒有好好保管 你還是要賠 主人回來說東西都被偷走了 保管的人說被人家搶走了 一看你根本沒有上手 那你有責任 你要賠償主人 是不是 但是你因為有上鎖都鎖得好好的 那小偷或是強盜 拿著槍逼著你 要把財務拿出來 這種情況 那你守財的仆人 就不必賠償 他沒有偷主人的罪過 這樣懂嗎 是偷盜的人有罪過 這樣聽懂沒 這個罪就比較輕一點 或甚至沒罪 我們看看 看另外的情形 一 所以守護財務的人 不努力 不好好的來保管財務 那就必須要償還主人 因為本來偷盜的人 因為本來偷盜的人 小偷他欺凌守護主的緣故 那守護 不只守財務的人 要賠 要賠 不只守財務的人 因為這個已經是句點 再來是講另外一句 本來偷盜的人 本來偷盜的人 他欺 再講另外一句 欺凌守護主的緣故 那守護 所以就要完全守護主來負責 所以就要完全守護主來負責 人 本來偷盜的人 因為本來偷盜的人 懲靈6 守護 switched 完全就要守護主來負責,因為他不盡忠於職守 這個語句比較有一點點 大概的意思就是說,在結罪來講 總之就是謹慎不懈待的話 他這個偷盜罪 比較輕 假如是沒有好好的守護的話 這時候守護主他也有罪 就這個意思 那必須要 本來是偷盜的人來欺負守護 原本是偷盜的人欺負守護主 所以需要還給他 還給這個他就指的是財務的主人 那如果守護的人不賠償財務主的話 那守護主就犯到偷盜罪 是這個意思,這樣懂嗎 守護主還是有責任 所以這時候就要還財主的東西 要是有財主的東西 否則守護主就犯了偷盜罪 是這樣子,懂嗎 是這個意思 再來看到行蹤記的解釋 說到 上句直廣 上面那句廟童超銀 就指出廣泛的一個解釋 就一個科判 allora 帽約成律主 帽就指的是行蹊初 約著 兩個主人 一個守護主 一個財主 叫梁主 這樣懂嗎 那けれど 分成而 七種的状況 泛偷盜的人分成七種 这七种人都是犯到偷盗罪 第一种跟第二种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 等一下来解释 第一种说到的 掌户损失主 就是掌户守护的主人 损失财务主的情形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受祭的人 寄负损失主 受祭的人损失财务主的情形 这样懂吗 第三种 被盗勿主 就是在下面第二幕里面 讲到的名被贼 会讲到 东西被盗了 你不能一下就把它抢回来 要注意一些事情 否则我们就会贼夺贼物 那第四种就是贼师比丘 找到没 贼偷到了东西 然后送布施给比丘 这个就是 比丘也不晓得 他东西是不是偷来了 他怎么知道 对不对 他有没有神通 有神通就可以知道 他是怎么来的 对不对 那就自己来判断 我们当然不能够主动要求 来祈求 别人来布施给我们 你没有东西啊 那你去 你偷来给我吧 不能这样讲 是不是 我们就指使别人偷东西 也是变成这个 前使道 这样的一个情形 前人去偷道 这样就 就不对 就过失了 第五种就是 收求 扶贼主 就是这个 求就指的是求犯 犯繁华的人 我们收留他 或者是 把他绑起来 富绑的贼 把他送给比丘 就是官府还没有定罪 还没有判罪的时候 还没有发现 那送给 我们抓的贼 犯的这个 犯法的人 这通妻犯 他来帮忙做长工 当用人 那是可以接受的 假如没有判罪 还没有收押 没有被发现 我们不知道 是通妻犯 应该讲说 还没有判定是通妻犯 还只是嫌疑之类的等级 官府还没有定罪就对了 那他来做长工帮忙 是可以接受的 假如官府已经是判了罪 那就正式是通妻犯 死刑犯 那我们就不能收了 的话 そう令人需要 这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这个 这个是怎么办的 这个是这样子的 第六個 狂人失誤主 什麼意思呢 就是瘋狂有精神病的人呢 他拿東西來布施給我 我們也可以接受 因為我們不是向他來祈求的 是不是 他自己要給我們的 對不對 第七個 就是守世人做主 就是替人家看守財務的人呢 像比如說安親班在看小孩啊 或是說那個古代的勘奴隸啊 或是在看守這個負債的人啊 那看守的人拿來布施給你 那你渡他出家是可以的 不過在中國還是不行的 這個不可能出家啦 這個有問那個十三遮 有那個問那個遮罪 問他說 欸你 他就不可能得戒啊 就算他你給他渡他出家 他還是不得戒 因為他欺騙嘛 那這個法 結謀法就不成立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總之呢 就是要有第七 這以上七種的狀況 這些 這些人 布施東西給你 我們要這樣子做一個分類 七大類 並廣如比 如同形式超講的非常多 非常廣大 講到七項再販偷到的一個對象 有這七種 那這個形式超呢 就說 虛者尋知 有需要的人呢 可以去找一找 來看一下 不是形勢 這個 行蹤記 那個 林志律師說 假如想要研究的話 這七種的狀況 可以去 有需要的人自己去找出來看 下隱 善見 下面的文章呢 就引出善見論 講到匹出位 就是行事超講的第一位 掌護損失主 在善見論裡面當中就講到 出名守護謹慎 最初就說明這個守護 偷盜的人呢 好好守護謹慎的狀況 那偷盜的人就直接來對望於本物主來結偷盜罪 不會損失到守護主 結罪的時候守護主沒有罪 這樣懂嗎 只有偷盜的人有偷盜罪 那這裡面有兩個原因 兩個意理 第一個 非能禁 因為他來偷盜的人 守護主呢 他沒辦法禁止 他拿槍拿刀 他把你這個保險箱把你敲開來 拿那個工具把它敲開來 然後把你這個保險箱把你敲開來 那你沒辦法 你就幫我睡覺 然後這個警示燈都已經做好了 他能夠通過這個 像那個什麼007那個什麼 還是什麼那個電影有沒有 那個偷那個寶物的有沒有 通過這個監視器 還有什麼雷射線 那些演得很精誠那種 看起來好像真的一樣 那你已經守護到 他還是幫你偷了 那你守護的人沒有罪了 是不是 那有罪的是那偷的人 第二個無填 無填藏 填就是填補 補塞的意思 就是要賠就對了 無填藏 就是不需要賠償 這樣懂嗎 不需要賠償本物主的義理 再來本主所在 本物主沒有學佛 他不知道因果的道理 那現在不需要 Krieg 若下赐名其次说明漫长 漫长就是不勤劳的 或者应该叫仗 漫长还是漫长 不勤劳的举常 就是没有好好的守住的意思就是漫长 它不是保障 是漫 漫就是傲慢的漫随随便便的意思 是不好的意思 就是不勤劳 随便的看着财物的一种举障 不好好的守护 就反过来上面的这两个毅离 就要赔了 就有偷到罪的罪过 所以就应该赔 这样懂吗 你没有管好 所以被偷了 连个钥匙也没有买 把它包起来 把它看管好 没有把它藏好 守护人要有罪过的 要有责任的 要赔偿 那些人要有责任的 要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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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结罪 所以叫做本道仁七守护顾 这样懂啊 休息一下 继续 请大家翻开课本讲义 课本讲义 第184页 第184页 第七行 第七行 我们看到第二个科目 名被贼 说明被抢夺 东西被人家抢走的情况 被贼人抢走 说到呢 被贼夺者 如钞所引 如同行事钞 当中所引的 在意义上来彰显 分为两种 两位 所谓的现 跟不现 被偷盗的情形 第一种叫做出现的现 就是盗贼当我们的面 来现前夺取东西抢走 第二种就是不现前 私底下把你拿走 就是偷 就是偷 就有点像是 一个是盗 一个是偷 这样懂吗 但事实上这个名词上的一个解释的一个范围 我们有时候是重叠 在结罪的时候呢 结偷盗罪的时候 就应当随着两种主人 我们刚刚也有讲两种主人 两种主人就是财务主跟守护主 但是这里的二主又不一样 前面是所谓的财务主、守护主 这里的二主是指的是财务主跟贼主 因为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贼是不是 偷盗这个 所以这个二主指的范围不一样 稍微注意一下 那怎么判定呢 就依着两种主人他们的心意 就是贼主跟财务主呢 他们的心意是否要断绝 这个拥有权的意念来判断 这样懂吗 有没有认为算了 那就是不是我的 偷走就算了 那就是他已经断绝关系了 这样懂吗 断绝心意了 不是关系 是心意 我们看到第一种 如果财主已绝 就是财务主已经决断拥有了先心意 因为丢掉就算了 但是偷盗的 盗物的主人 这个盗贼呢 得到的东西的心意 已经决定了 就是我们认为东西已经 算了 这个就是被偷走了 拿不回来了 他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然后盗贼认为说 拿来了 一刚来唱 通过山门再来 通过他的这个 大 那个 在 贼的那个在 这个 在 在门 贼一的在门 再说是不是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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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已经是属于他的 所以说 不可以把它再搶回来 如同 民主 巩分离里面 说的 贼父奱贼 刚 Hayup 所以说 是这个意思 财务主 你已经证明师chenred 后来又反悔要把他拿回来 变成第二个盗贼 这样懂吗 第二种就是财主虽定 财务主的心意虽然已经决定了 所以说他认为东西还是他的 他还是没有要放弃 可是贼主 譬如说小偷 他拿的东西还在路上在跑 他跑得很慌张 他还没有拿到他的山寨里面 还在跑当中 拥有权 应该讲拥有的心意 还没有决定下来 所以叫贼主不定 这时候就可以把他抢回来 追兵来了 你这个仆人这个山寨主夺走了 这个有钱的财主说不可以让他拿走 把他抢回来 他就派了那些家仆骑着马去追 还没有追到山寨前 还没有追到山寨前都可以抢的 你懂得懂吗 还是可以抢 因为小偷偷得因缘还没有完全具足 因为他还没有偷到他的山寨里面 那道业还没有完成完全的成就 所以这样把他抢回来 没有追 第三个就是财主迟疑 财务主的内心还有鱿鱼 在想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已经失去了呢 然后盗贼的心意已经决定了 他认为说已经放进来了 放在我的山寨里面了 或者说这个小偷来讲东西已经把它放在口袋里面 认为是他的了 这时候就不可以把它抢回来了 就像是把东西爬走了 他们知道这个状况 他们很小心 就是把整个在外国旅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这个爬手 拿了以后马上传给别人 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又朝给第三个人 就传出去 你根本说你刚刚摸我的东西 你是不是是小偷 我什么东西 没有啊 你摸他 没有啊 是不是 他就已经传走了 对不对 像这种情况 他已经放到他的口袋里面 就是他的东西 放在另外一个团体 他们爬手团体的东西 的口袋里面 不是偷的那一个人的口袋 是整个团体的口袋 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管理财物的一个结构 他们自己的制度 他们心意已经决定了 你放在口袋里面 认为他的东西 这时候你再去把它抢回来 你很厉害 还可以把它尋现去偷回来 这个就不对了 就是贼夺贼物了 就不能再把它夺回来了 因为他的偷盗的因缘 道业已经成就了 这时候不能去偷 当然你不服 你不服 但是不服没关系 你就是请官府去抓 官府就要调那个什么 这个录像摄影机 录像带去找出来 谁可疑啊 一个一个去追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你这时候 我们就不能够去抢回来了 要靠官府啦 我们不能够自己去抢回来 何问本主 何必去问本主 本来的主人 因为他已经偷盗的业 业已经成就了 所以到第三点 我们就知道 我们不能够夺回来的 他心意是怎么样 这样懂吗 就没有必要去问 他有没有断绝心意 他已经到业成功了 第四种状况 就是拒不定 就是本物主跟小偷 这个贼主 两个人的心 都还没有决定 就是本物主跟小偷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就可以把它收回来 那可以把它抢回来 因为其心不定 因为偷盗者的心 还没有决定 那业非通畅 就是说 这个道业还没有完全的成就 没有完全的通畅的原因 你懂吗 今以四句 现在就用这四个句子 来约略的来判断 这种情形 总之就是偷到小偷的心 还没有决定就可以拿回来 假如他的心已经决定 就不可以拿 简单这么说 我们看到下一文 下面的文字 行中记的解释 说到出总举 给他一个科判 林智利说 总举这样一个科判 然后 现不现 有两种 刚刚讲过了 现不现就是第一种 当着 也就是所谓的对面 现前到 就是当着物主的面前来偷盗 那不现就是 私底下不现地去偷盗 有这两种 那佛陀的意思就是说 在印度时代 他们的观念 就是财务的主人 就 讲的是很擅长 财务主 或者是贼主 他们心意已经决定了 那就是他的了 就好像我们就看那个什么 一千零一夜 那个阿里巴巴跟四十大 四十大把偷盗的东西 芝麻开门 那个故事 把他藏在一个山洞里面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贼人的主 贼主 你去偷就不对了 这样懂吗 虽然说他是 也是抢来的 对不对 但是他就算 已经是算他的东西 我们再把他偷了 我们就有罪 这样懂吗 因为他已经决定 他是他的 若下别列 若财主已决 这五个字 这四个字以下 就个别的列出来 初后 就总共就列出四种情形了 就是 这种组合 就是财务主跟贼务主 这两组 他们的心意的决断 或是相反的不决断 这样排列组合 是不是有四种 那最初跟最后 初就是 两个物主的心已经决定了 就不可以夺 那后就是 两个物主的心都没有决定 那是可以夺的 二句可解 这两种都可以理解 次句 以贼心 以这个小偷或盗贼的 得到财物的心 还在犹豫 还没有决定 那偷盗的业 还没有成就 所以说缘不聚 偷盗的缘 还没有聚足的时候 那当然是可以夺回的 第三 反之 就是说 贼主的心已经决定了 财主不能再把他夺回来 可见这四种情形的第一种跟第三种 财主的心已经决定了 就不可以夺了 看贼主的心有没有决定不决定 一决定了 第一种跟第三种 已经决定了 我们就不能夺 假如不决定 我们还可以拿 这样懂吗 我们没有犯偷盗 以上是明被贼 讲到贼夺贼物的情况 第四科目叫做明道相 说明这个偷盗的一个相状 它是讲什么事情呢 三 就所盗 就这所偷盗的境界 这样来说明 讲这个别人物 个人的东西 略举通收 大略举出 融通的来收社 这一切呢 这一切呢 就跟情跟非情的境界 道就是境界的意思 这样懂吗 情道跟非情道 这个道就是境界 偷盗的境界呢 都可以算是偷盗的相状 都可以搜射进去 不管是有情物 为无情物的东西的境界 都搜射进去 我们看到这里面 怎么讲呢 蛮长的 我们看到借本书 再继续来解释 如明了论解云 找到没 明了论讲到偷盗的义礼呢 它的相状呢 非常的多 那现在呢 就姑且约着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 这六根 生起非法的一种偷盗行为 叫非法行 这样懂吗 生起非法行 那若偷六大 假如偷盗的 所偷的 前面刚刚刚讲的六根是能偷 我们说能跟所 能偷、所偷 我们拜佛是能理所理性空极 能、所 能跟所 所 现在讲到所偷的呢 就是境界 我们可以用六界来分类 地水火风空事 六大的境界 只要偷了 都要犯到偷盗的重罪 再继续看到 灵之律师对六根的解释 说到六根就是 约着能偷盗的友情 来搜射 所偷盗的六成的境界 有没有看到两个重点字 能盗、所盗 有没有 约能盗、以色所盗 有没有 重点那两个字 重能盗、所盗 这注意一下 就可以抓住重点 那六大就是包括了 所偷盗的境界 来彰显能偷盗的友情 所以知道 偷盗的这个境界 道境呢 偷盗的境界 这个地水火风 空的无情的世界 这个呢 当然啦 六大的境界 前面地水火风 空是无情 但是世的话是有情 什么叫有情啊 就是有情世 是不是 所以 对于这个是 它就属于是有情的部分 所以有情无情都 包括 融通 无穷无尽的数目 都算在里面 所偷盗的境界 不管无情的还是有情都包括在里面 都要算 有偷盗 再过来看到 戒本书 再讲到如诸仙人 这个以前也讲过 这个例子 也在别的 在梵王界里面 还有余杰界也讲过 应该有印象 我们再看看 说到呢 诸多外道的仙人 他们是胸形师 就是胸形是什么 就是爪啦 蛇是不是用胸部在走 蛇没有脚是不是 所以他是用胸扭动来走路 所以叫胸形 那这个全文是指 是写这个胸形蛇毒药师 就是这些能解蛇毒的这些仙人 他们有这个技术 有人被蛇咬 那仙人他会写符咒 所以说 来给人家治病 那看 我们现在可能想说 可能有什么神通 神通其实在 我们不能说神通有造假怎么样 因为 在据舍论里面 最后面有讲到 神通有自己变现的 还有呢 命理啊 算命理有没有 那种神通 还有就是药 药也是一种神通 说不定他这个仙人他是用药 药把他涂在这个纸上 然后呢 画几个符来给他治病 事实上那个是药粉已经在上面 回一回 你没有看到而已 是不是 我们依照现在的那种科技的 这个观点来看 可能是这样子 不一定 因为他里面也 也没有人去 这个 考古发现什么的 这些什么仙人书的东西 再去分析里面的成分 那就可以确定 我们只能这样子猜测 那仙人他会做仙人的书啊 福啊 那看到书跟福的人 蛇毒就痊愈了 那必 像这样的话 也必须给仙人钱啊 也必须给仙人钱啊 你不说 你怎么 随便把我这样 灰灰就要给他拿钱 你骗人的 江湖素氏 不给药钱 不可以 这也算偷盗 那 有的 比就因为他没钱嘛 没办法去看病啊 那就 他就 他就去偷看 偷偷的看一下仙人书 看了以后 那蛇毒也解决了 对不对 那仙人 不管仙人有没有损失啊 这样子 看了以后 没有给钱 就犯偷盗 要懂吗 因为他做 看实的时候 他做意不给价钱 不给钱 他心里面这样想 我不要给钱 我要偷看 有偷的心 类似什么方便罪的意思 懂不懂 就已经犯到偷盗 怎么判 以此例 以这个例子来比喻世间 诸多的秘方 或是一些重要的技术 有传 有传 父传子 子传孙 这样子 他不许外传的话 那就是有版权了 或者是说 重要技术 比如说 那个什么 像那些著作权保护法 有没有 他们有版权嘛 是不是 不允许别人去辗转传授的 你把他偷看 那不是围惭了对方 对不对 那 何族武权 是不是 就犯重罪 当然要怎么判断 这个世间有世间的判别法 有版权 这个 这个 父母亲是作家 他的版权 可以保存几年 这有一个国际的规定 是不是 都五十年 还是七十年 还是一百年 不知道 看这个 那个怎么 输入权保护法 他的立法怎么规定的 那另外一回事 所谓跟眼 所谓眼道 以上所说的就是 是用眼根去偷盗的情况 偷看也可以看 不一定把东西带回去 所以也可以用眼根来偷 这是第一种状况 下根立枝 剩下的五根 因为眼根之外还有 眼耳鼻子生意 这是其他五根呢 比例上面所说的 比例上面所说的 就例如在读诵 咒语 可以治病 我们直接消文 可是欲学虚值 想要学习的人 那必须要给对方钱 给他价值 就是价值 就是给钱的意思 比丘密听 比丘密密的去偷听 比丘密密的去偷听 这指的是比丘 其他人也都算了 偷听都有 那既值判重 只要这个 这个偷看 来治病 这个看那个 那个仙人 或是那个药师 他定的价钱 假如这个钱 过五千 那就犯到偷到了重罪 除非他是义诊 他说没关系 大家拿去用 那就没有罪了 假如没有讲义诊的话 那就是偷了 下面这个偷秀 就是鼻子偷偷的去秀香 还有什么肠 就是舌头去尝味道 或是身体去 碰触 碰触 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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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甚至尝尘悟 巧吟 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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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两根 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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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病的人去圓他 病就能够痊愈 得值 必须给对方 价值才可以去圓他 否则就是偷盗 比如说我们看电影 这个门没有关 看电影是不是心情会好一点 下班 没钱赚得不多 电影院 看门的人没有 像华纳威秀 有些地方 威秀影城 没有很严格的手 刚好是看门的人去上厕所 看到他没有看门 站进去看 这样也是偷 得值听邪 得到云价值才允许去抄邪 得到云价值才允许去抄邪 得到云价值才允许 抄邪 得到云价值才允许去抄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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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有点点偷邪 新元德菜,新去元这些东西 病好了不予价值不给对方价值 所以就犯了偷盗的重罪 这样解释过了 再过来看到下一个文字 说到六根中 行动记又解释能盗的六根当中 初伪最初就是伪一个科判 伪是眼根这四个字的科判 伪就是详细的意思 详细的解释眼根在偷盗射成的情况 说减这个科判 凶行施 前面讲过了 明了论讲的凶行舌毒药师 所谓的舌是以胸来扭动来行走 那遮就是 这个念遮吗 应该念是 胡适大师 胡适先生 中央研究的那个胡适先生 有没有 那个是 那个音 是 这不念遮 念是 这不念是 这不念是 就是所谓的虫 就是所谓的虫 在虫会咬人 行就是放毒 就是行中纪的一个解释 下下 就是下根栗枝 不是龍眼栗枝那個栗枝 底下根栗枝就是六根 五根之外的比例 根栗枝 以下 這幾個字 比例其餘的五根 來行偷盜的情形 這樣懂嗎 這幾個字再把文言文解釋一次 消文 另外這次記又說到 最初就是第一段 第一點 偷看人家先人書是一種眼盜色 的情形 眼睛偷盜色塵的情形 如頌下 如頌皺致病以下 不給價錢 用耳朵去聽偷盜的聲音 用耳朵聽 好像也可以致病 也算 偷下 就是偷袖長處 以下這幾個字呢 就是大略的指出其餘的三個 跟層境的層 的境界 若要 若要 若要方數 以下 是指著 一根 去到法成的境界 這個都解釋過了 時間關系 我們就不講故事了 公安 趕快來看到下一段 戒說 就繼續的說到 四約六戒 其次 再來約著 六大 六戒就是六大 地水火風 空事 這幾個 六種界限 錢 地水火可知 前面偷盜的地界的東西 水界的東西 火界的東西 我們可以了知 這個地界 就是佔人家土地啊 這能夠了解嗎 水呢 就是 偷用水 是不是 飲用水 去偷人 你沒有付錢就是偷了 或是這個 時間還沒有到 這個 灌溉的水 灌溉用水呢 把它偷引過來 到自己的田裡面 那 這樣子也算偷 不管是飲用水 或是 灌溉用水 都算水大 那偷人家的暖氣 也算 就是火嘛 偷人家的暖氣 電熱氣 種種 這也算 比如說他在烤火 冬天很冷 他在烤火 他在烤火 乞丐呢 跑過去 走走走走 離開 把他趕走 那你這個 看主人不在 跑去那邊 哈休息 這也是偷 不是 乳律 就講到呢 四分律 有人呢 拿 有拿這個 加持的 咒語的扇子 有人把這個扇子呢 加了咒語 或者是用藥塗在扇子的表面 那用扇子去刪風 可以治病 有這種功能 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解釋過了 比丘偷搖 拿去搖人家的扇子 就等於是封嘛 就是封禁 偷封 不給人家錢 就是偷封 還有那個 什麼 也有一種地界 就是什麼 偷 偷地大的 什麼 就是什麼 空中侵占 像現在還是有 那個 以前這個 這個 我的 親戚家 他們這個 隔壁 那個 這個 不滿 怎麼這樣子 蓋房子都沒有講一下 然後呢 因為是 只有一樓 的那個鐵皮屋 這樣寫寫下來 他就在三樓嘛 把它捧出來 你 一樓沒有對不對 你二樓三樓沒有蓋啊 空中侵占 空中楼閣 空中楼閣 蓋過去 或是你要傾斜 翻到別人的地界 就這個意思 空中侵占 防礙他人的空間 你這個 我沒有偷啊 不是 不能算沒偷啊 你空中侵占啊 也 偷到人家人的空間 也算 侵犯地方 對方的地界 因為你會妨礙人家造物啊 我叫我蓋房子怎麼辦 我蓋房子就被 被你頂住了 是不是 這個意思 就是 道空 那 智者 是 智慧 它是一個明了心事的一個界限 智慧摸不到 看不到 但是也搜刮在明了心事的一個界限 像這個 智慧財產權啊 你偷取的話 那等於是偷人家的事 這樣懂嗎 偷人家的伎倆 人家有知識伎倆 不給人家錢 或是說 不白白的交給他人 然後得到價值 這個不空度他 就是 應該念空啊 不是白白 空就是白白的 白費啊 沒錢的意思 不拿錢的意思 他們 我們教導別人是不是 有這個教授費 是不是 那你 不是白白要給人家的 所以這個智慧財產權呢 是存在的 得到價值才可以給你 那比丘角偷偷的 善巧去跟他學習 得到了智慧 不給人家錢 這等於是盜事 偷盜別人的智慧 這樣懂嗎 不見得 我們事是不可能被盜的 對不對 但是他這個事是指的是智慧的意思 那因為沒有形象 形狀 不可能搬回去 但可以 這個知識是不能偷盜的 他不可能搬回家 對不對 但是因為智慧財產 他沒有形狀 沒有像狀 但是有一個情形 就是 但可從原 就是偷盜的情形 他從緣起整個過程來說 那偷盜 偷取 盜用 他人智慧的功用 就算是偷盜 就算是偷盜 不是搬回家才算 偷取別人的智慧 是從緣起的過程來說 所以叫淡可從緣 另外 行動機的解釋 赤六大 當中 剛剛講過六大 地質否封空式 都是非常的廣大 遍一切法界 那這個界呢 就是指的是六項的差別 我們六大也可以講六界 是不是 界線的界 那界就指的是六大 六種的項狀的一個差別 界線 不管六大還是六界 他的體性是完全相同的 那名稱 因為有角度 看的角度不同 所以 命名起來不一樣 有不同的地方 跟差異的地方 前後各標 前面界本書 是用六大 但是後段在講的是講六界 就是個別的標出 就個別的標出 說明不同的角度 說明不同的角度 舊文出 舊文出 地、水、火、三種 如綠下 如綠中以下 就引著四分綠來解釋 後面三個 封、空、式 這三種比較難了解 這三種比較難了解 最初 我們把這一段講完 再下課 出名道風 道風就是善子的例子 山風 治病的例子 若下 就指的是空中侵占 起隔邪靈 就是一種偷空間的情形 治下 就是自責世界以下 說明道士 偷到別人的知識 智慧財產 技良 就是所謂的藝能 才藝跟技能 那這個士呢 知識是不可能偷盜的 不可盜去 但可 但其技巧 但是對方 很技巧的 不給人家錢 然後 被人家 偷學了去 這表示說明 他有偷盜的情形 這樣也算偷盜 前面就講過了 那個版權的問題 以上就是 第二端 明道相 下禮拜就請 道德老師來講 第三端 非畜物 非人跟畜生的物品 他們怎麼偷的情況 向下文長 賦以來日 請 合作 我念一句 大家跟著念一句 念四紅寺願 眾生無邊 眾生無邊 事願度 煩惱無盡 事願段 煩惱無盡 事願段 法門無量 事願學 佛道無上 事願學 佛道無上 事願成 佛道無上 事願成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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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阿彌陀佛